上个季度 苹果虽然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 但营收仍然增长了近30% 苹果的各类产品类别营收也有成长 我们计算这些额图 有约6亿美元的收入影响 虽然iPhone、iPad和Mac的销量激增 但供应链问题比预期的还要严重 库克表示 这主要是因为整个行业的芯片短缺 苹果公司表示 尽管供应链限制更严重 但预料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仍将稳健 库克预期 12月这个季度将是公司历史上营收最多的 不过证券分析师艾夫斯表示 苹果公司的供应很可能跟不上 艾夫斯认为 苹果的供应链紧张 要到明年2月或3月才会好转 在那之前 仍会出现大量短缺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 Evelyn Lee 刘海英采访报道